佩洛西怎麽緊張 他現在是眾議院的議長 眾議院的議長就是要靠民主黨有多數 才可以選他出來做眾議院的議長 如果民主黨輸面這麽大的話 他就沒有這個議長的位置 所以對佩洛西來說 他是要保住自己議長的位置這一場戰 去完之後會有什麽的後果呢 這件事我自己會這樣看 去完之後解放軍 將會將戰備擾台巡航常態化 關鍵是常態化 戰備擾台巡航已經是試過的了 不過都未到常態化 現在將會加密甚至是常態化 而海軍那方面亦都會擾台定期巡航 這個可能性不能夠低估 佩洛西終於飛到台灣 不過由於解放軍的威嚇聲明的確是有力 所以他的飛行路線就是避開了南海 要在菲律賓那邊向北飛 然後在台灣的東部飛進去 很明顯就是迴避解放軍的可能攻擊 美國方面亦都做了很多的準備 可以說解放軍這一次說 一定有強力的反制是發生了作用 實際上他一落地之後 北京已經宣佈了既然你走了這一步 會在台灣附近六個地區展開軍事演習 實彈演習 這個力度亦都可以說是空前 難怪有些人說這次真的可以和古巴導彈事件做一個比較 所以往後來說這件事真的會令台灣海峽的風險進一步升級 大家就會問了 為何佩洛西明知這件事可大可小非常惹火 為何要堅持去台灣訪問呢 原因就是第一大家要知道 今年十一月就會是美國的所謂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的意思是美國眾議院四百三十五個議席全部改選 民主共和在這裏其實那個議席只是民主黨多一點 微約優勢 眾議院來說就是微約優勢 參議院來說共和民主兩黨剛剛好大家都是五十 只不過就是副總統賀錦麗有一票關鍵的時候他還可以投下去 變成其實都是岌岌可危的 再加上還要改選若干州長 這些都是有實權的單位來的 最重要就是說現在在民主黨裏面有幾十個眾議院的議員來說 已經準備脫離民主黨成立一個叫做前進黨 有多少次法國總統馬克倫組織那個共和前進黨的味道 拉出來自己獨立成為一個黨 不再信任民主黨也不需要共和黨 民主黨這幾十個議員一拉出來之後就會肯定地令民主黨在眾議院的控制權就會失去 這個控制權失去了的話 你可以想像一下佩洛西為什麼這麼緊張 他現在是眾議院的議長 眾議院的議長就是要靠民主黨有多數 那麼他才可以選他出來做眾議院的議長 如果民主黨這麼大的話 那麼他就沒有了這個議長的位 所以對佩洛西來說 他是要保住自己議長的位 這一場戰 他非要靠訪問台灣 拉抬他的選票 佩洛西是反華的強硬派 他涉及到很多西藏、新疆、香港、台灣的法案 是他一手促成的 所以他在中國中央領導人的心目中是一個反華分子 他自己也以這個致命 所以他去訪問台灣很明顯是一個信號 就是支持台灣的民進黨 支持台灣甚至是獨立 這種這樣的姿態 北京的反對是世在必然的 而且北京在忍他來說已經忍了很久 已經到了一個忍無可忍 就是所謂是是可忍熟得可忍 非要教訓你一下 所以這個碰撞去到一個很凌厲的階段 全球觸目歐洲那邊都很緊張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各方的取態和他們的做法會是怎樣呢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美國白宮拜登總統 現在垂垂腦耳 打了四針之後 吃藥都竟然會復陽 所以可以說風足殘年 其實他都控制不了很多事情 所以這次他其實都無法阻止佩洛西 各防部就不同了 各防部其實對這件事是非常不滿的 大家都記得拜登也曾經說過 國防部說This is not a good idea 即是國防部不支持 因為國防部鑑於解放軍 近期的發展和他們的軍事實力來說 覺得這件事是不適宜去挑釁的 解放軍既然這麼高調 說我可能會採取強硬的措施反制 那又何必要跟他對碰呢 所以國防部就不主張佩洛西 亦都不看好這件事的 但是無奈 因為他要保證議長出訪的安全 全國都要求他這樣做 所以大家知道 列根號航母戰鬥群的打擊群 已經駛近了菲律賓之後 駛上台灣以東巴士海峽附近 戰機後面不派一萬 如果假放軍真的出動軍機叛飛的話 你都不能有反應 所以國防部覺得很無奈 他的態度就是這樣 而且要找軍機去運佩洛西 不是私人飛機 所以那個洗費都很大 佩洛西本人又如何呢 佩洛西本人初則高調 繼則謹慎 然後轉趨低調 低調到怎樣呢 他的飛路線訪問的時間地點 保密隨時會改變 拒絕記者隨行 如果過往來說 你都見過了 總統一號也好 議長的飛機 歡迎記者 跟著 好多的訊息可以發出去 可以抬高自己 今次保密程度最高 大家要封口 記者不能夠隨行 連受訪的地方的官員 都說不清佩洛西究竟是 見什麼人會是怎樣 台灣就更加是 所以佩洛西今次去到這個階段 就被人覺得很鬼祟 行經台灣下去住一晚 翌日早上就見一見蔡英文 急急腳又再飛了 變成了自己 初則高調 現在騎虎難下 不去又不行 結果轉為私人身份 不要當官方身份 其實佩洛西是有官方身份的 因為他在美國總統繼任 他順位是排第二的 副總統賀錦麗之後就輪到他了 變成他又要強調 我私人訪問 所以令人覺得有點提笑皆非 台灣方面又怎樣 當然惹不起大陸 對台灣來講 自始至終非常低調 就除了行政院長蘇貞昌 就說歡迎國際有人來之外 所有高官無一行臉 沒有人敢出聲 甚至佩洛西是否真的會來台北 都拒絕政策 外交部拒絕即發表 你可以看到台灣都怕這件事 知道經過了這幾年 美國撤鄉搶息這樣支持台灣 已經去到一個隨時突變的情況 無謂惹上身 所以就拒絕了 就不會說那麼多 解放軍 習主席就已經用了一句很簡單的說話 在第五次視像見拜登的時候就說了 切勿玩火自焚 這個說話就說得很清楚了 解放軍如果大家記得魏鳳和上將 在上個月鄉下里拉會議上三句說話 任何人會分裂台灣的話解放軍將不惜一戰 一戰到底不惜代價這幾句說話夠重量了 但即使這樣說了之後也好 美國佩洛西四月去不成 今次都堅持要去 好所以解放軍就說 我們一定會有強烈的反制措施 說到做到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說了 如果他堅持要去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結果會是怎樣 這些表態來說 就很清楚解放軍可以說是和權策掌 已經可以說是非常之憤怒 你這樣的挑釁 我們一定會給你一個教訓 所以這個也導致大家很擔心 可能會擦槍走火 如果你問去完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呢 這件事我自己會這樣看 去完之後解放軍將會將戰備擾台巡航常態化 關鍵是常態化 戰備擾台巡航已經試過 不過還未到常態化 現在將會加密甚至常態化 而海軍那方面也會擾台定期巡航 這個可能性不能夠低估 這樣的話就會令到台灣進一步的氣氛會緊張 所以西方就會說解放軍武統台灣的勢頭 就會進一步加劇 我相信這樣的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所以台灣海峽的緊張氣氛就會進一步升高 不過習近平主席就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希望和台灣和平談判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個始終是中央的國策 我們是不想和台灣同胞打起來 不過氣氛緊張就在所難免 所以大家作為香港人 我們都會很關心這件事 因為台灣也好大陸也好 和我們香港其實關係密切 都是中國一家親 但是近日佩洛西這件事來講 就已經在香港引起高度的關注 民間有很多議論 很可惜就是搞到我們香港也因為這件事 連股市都失去了方向 大家都是在這等下看看是甚麼事 因為如果真的擦槍走火的話 會影響股市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 也是很關心 關心是對的 加上俄乎戰爭 還有一場持久戰在等 那些影響香港也會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不過這件事我們最後會看一看 佩洛西在台灣逗留那段時間 最後他究竟說過甚麼事 短時間我們可能不知道 不過到了這個月的五日 即是星期五 完了日本的訪問之後 回到美國究竟佩洛西去到美國 落地之後深呼吸一下 我終於不用那麼緊張 之後整個亞洲訪問的行程 包括在台灣的得和失 究竟他在台灣那裏說過甚麼事 後面可能大家再分析 我們會看得更加清楚 我們整個亞太地區和台灣海峽的關係 我們香港應該怎樣去擺那個位 所以留意我們後面大肆拼圖 一定要看 給LIKE、訂閱、埋進 當然有你的好處 好可怕 來喔 香港海峽